大家好,我是米娅妈妈 我是米爸 这是米娅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狗狗特别是幼犬到底适不适合龙养 答案是Yes,Yes,Yes 狗的祖先是学居动物 又是空旷的地方,越让狗狗感到危险,无法放松 而龙子幸好能为狗狗提供一个舒适的场所 为狗狗带来更好的安全感 同时龙养对狗狗的健康也是十分有益的 幼犬需要充足的睡眠来保证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 龙养能让狗狗更好的休息 同时可以更快的适应新环境 幼犬的好奇心强 拿米娅来说 她刚到家的时候在笼子外面只要有人动 她就一定会跑过去看 完全无法正常休息 因为编舞天生被动的东西敏感好奇 但把她送回笼子她就能秒睡 可见小狗虽然天性不过好动精力旺盛 但其实非常需要充足的睡眠 这就是所谓的嘴伤不承认身体却很诚实 另外狗狗聋养能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狗狗接触到危险 如啃咬电线 务实异物 啃咬家具 在沙发或床上乱拉乱尿的情况 并让狗狗很好地建立领地意识 懂得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分寸感 比如家里有朋友或者客人来做客 难免会遇到不喜欢或害怕狗狗的人 这时候我们不能一句 没事儿 他很乖 不咬人 就让人放心 所以这时候能让狗狗乖乖地待在笼子里最为稳妥 很多人觉得把狗狗拐进笼子里很残忍 一是带入过多的主观意识 另外是没有对幼犬做到正确的入笼引导 导致很多狗狗关进笼子里就狂叫 所以主人都被迫放弃了 其实幼犬适用笼羊也是为以后一系列的训练打基础 挑选一个合适的狗笼 正确引导狗狗入笼尤为重要 就让狗狗明白笼子是休息和睡觉的地方 而不要让狗狗觉得关笼子对他是一种惩罚 这样狗狗就不会那么抗拒了 女爸开始介绍笼子了 关注我们的朋友很多都对Mia的笼子感兴趣 它的笼子是卧室和围人间是分开的 这个优点是幼犬长期使用 不会造成我吃我拉的现象 这个笼子不足是它原本是没有底这个架子 它原本只有两边一大一小两个托盘 等于Mia大小便都直接就会拉尿在托盘里 会弄它一身 所以我们才订的这个架子 这个是哪个架子 然后这个是托盘 都是不油缸的 如果大家想买这个笼子的话 我建议要不就是也是订做这种架子 否则我不太建议大家购买 我再给大家一些购买笼子的建议 狗笼最好要选择不油缸材质的 大小要以狗成年后可以舒服的站立 转身来决定笼子的大小 垫子只需要铺中的一半就可以 夏天铺个薄点的垫 冬天铺个厚点的垫子就可以 留的那一半空间方便狗狗来拉屎尿尿 最主要给大家建议是选笼子 底下一定要选这种粗的不油钢管的笼子 一定不要选那种细的跟铁丝一样笼子 那样的笼子长期下来右犬脚会造成指尖炎这种病 大家可以想象一样我们穿的那个人字托中间那个袋 如果要是铁丝的话那人是不是会很难受 而且又全老在笼子里包来跳去 那样给它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买成品笼子买塑料托盘也可以 那种的经济实惠也不会那么重 还有小伙伴问我们 说你们这笼子这衣服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当时米亚来的时候北京是十二分 当时已经挺冷的了 我们当时也没想出太好的办法 就拿着衣服给它临时做了一个算小帐篷嘛 没冷了它就能钻进去 这边这边还有一小胡子嘛 这小胡子里边能放热水袋的 这样给它对付了一根气 然后才想起来给它买那个保温罩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保温罩啊 棉子加厚的 当时我们买这保温罩 单纯就是为了给米亚保温用的 但是没想到用了之后 经济的发现它的座椅时间 也能跟着我们一块起床和睡觉 晚上让它进笼子 把罩子一弄上它就能安静的睡觉 周末我们想睡着暖觉 它也不会说六七点钟就开始乱叫了 所以这个保温罩还是强烈的给大家推荐的 如果大家有余虑 可以先用个毯子 把自己的笼子给蒙上 先试一试 然后再购买也可以 这个笼子两边还有两个小窗户 大家要是担心它不通风的话 还可以把这小窗户弄开 狗笼子和笼罩介绍完了 现在我们来聊聊很多人问到的 如何防止幼犬在笼子里乱叫的问题 这里我们真的很有发言权 米亚刚来的时候 我们家住四楼 一楼都能听到她的惨叫 邻居的投诉当然是免不了的了 过程简直不堪回首 经过训练和磨合 现在米亚也能做到自由的进出笼子 甚至说是喜欢笼子都不为我 我们白天上班 米亚能自己在笼子里待一天都不会乱叫 甚至在开着笼门的情况下 她困了都知道主动回到笼子里休息 我们甚是欣慰 下面我们来讲讲我们是如何训练和引导 米亚的过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首先你要分清楚你的狗狗是在什么情况下叫的 第一种是你把狗狗刚关进笼子里 他就开始叫 回忆一下 你是不是在狗狗还在玩耍的时候 都粗暴地打断他 然后把他赶进笼子里 或者当他做错事的时候 你一边吼他一边赶他进笼子 还有他一进去你就着急关笼门 生怕他跑出来 可能还会用手推他 更有甚者 当他叫的时候 你还会站在笼子外面大声地吼他 或者还会拍笼子 你中招了几个 欢迎弹幕留言告诉我的 狗狗还在玩耍和处于兴奋的状态时 你强行打断他 让他进笼子 他会觉得关笼子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惩罚 想想你玩得正高兴的时候 你妈喊你回家 你肯定也不乐意啊 正确的做法是 你应该语气平和地喊出狗狗的名字 并发出进笼子的口令 可以使用牵引绳或食物引导 在小狗进入笼子的时候 给他奖励 重复以上步骤 让他知道进笼子是有奖励的 另外平常喂食的时候也可以多在笼子里进行 让他对笼子有正向的认识 当你可以做到正确的换回你的狗狗 并让他进笼的时候 不要急于离开和关上狗笼的门 这样会给狗狗压力 你可以轻浮狗狗 让他情绪慢慢放松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向后退 这个过程如果狗狗想要跑出笼子 不要粗暴的把他推回去 可以试试轻轻用手推小狗的头 让他重新进入笼子 然后再次抚摸他直到他的情绪放松下来 重复多次 当狗狗不再对你的离开有过大的情绪波动的时候 这时你可以关上狗笼的门 最后一步不要忘记给狗狗食物奖励哦 第二种当主人长时间离家 狗狗自己在笼子里乱叫的情况 这种主人不在家狗狗乱叫的情况 多数是因为狗狗有轻微的分离焦虑症导致的 可以尝试把狗狗喜欢的玩具或者口头放进笼子 让狗狗释放压力 另外也有可能是幼犬想要上厕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当初买这种厕所和卧室分离的狗笼 也是希望能缓解狗狗上厕所的问题 第三种主人一回家狗狗看到你就狂叫 这种都是因为狗狗看到主人过于激动 想要出笼子和主人互动 以及引起主人的注意 这时候当你回家不要上来就关注你的狗狗 或者是很激动的对狗狗说 我回来了啦之类的 这样都会让狗狗过于兴奋 还有些主人因为被狗狗叫的过于苦恼 会站在笼子外面大声的喝视狗狗 甚至会拍笼子 这种对于狗狗来说只是一种叫嚣 并不是行为矫正 甚至有些狗狗性格比较倔强 反而会叫的更大声 极有可能出笼子的时候 还会对主人有过激的行为 陷入恶性循环 这种我们并不建议 我们的做法就是忽悦狗狗 不要跟狗狗对视 最好不要出现在狗狗的视线范围内 即使狗狗叫也不要理他 我知道这开始很难 但是相信我们 循序渐进 这种方法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狗狗乱叫的问题 还有最后一点 如果狗狗出笼子的时候 过于激动 也要首先让他平静下来 才能打开笼门 让他出来玩耍 以上就是对于狗狗 适不适合笼养 笼子的介绍 以及如何防止幼犬 在笼子里乱叫的问题 总的来说就是让狗狗明白 笼子睡觉和休息的地方 自笼子会有奖励 而不是惩罚 不打不骂不关 慢慢的让你的狗狗爱上笼子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关注加收藏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训犬师 也是一边学一边做 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 与我们互动 大家养狗中遇到的问题 下期我们会介绍 狗狗的牵引绳如何选择 以及你爸开始分享 他平时是怎么训狗的 大家期待一下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大家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